请双选手争夺开启选择权 听口令同时出感 预备三二一开始 张汉选择得开启选择权 各位观众 欢迎您通过熊猫TV 观看中国石家庄 2018乔士杯中式巴球国际公开赛 中国区选拔赛TV1号台的比赛现场直播 大家晚上好 我是苏欣源 大家晚上好 我是张庆勇 张志老 晚上好 阿苏你好 本场比赛也是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比赛 对 对阵的双方是屏幕左侧 着身色上衣的来自内蒙的球手马海涛 对阵准备上场冲球的来自北京的前斯诺克球员张靖轩 张汉轩 张靖轩也没问题 张靖轩是我平时开玩笑的 没想到他开玩笑当真吗 张汉轩 张靖轩歌唱得也不错 是 大家伙子长得一样帅 比赛采用13局7胜 80分钟限时 双方轮轮出球 对 两球军带 三角过线 四球没有问题 画面里面看着很显眼 我们这个主才今天也是穿着很花哨 没错 小伙子也是形男一枚 并且那也是一位老裁判了 是的 他也是在今年复出啊 玉琳 我也问过他 我说这个 为什么不穿那个衬衫 短袖衬衫也可以啊 您猜他的回答是什么 因为我身材太瘦了 衬衫太肥了 穿着如果短袖的话 反而不好看 我说你这绝对是气人 两位选手今天的战绩 都是一胜一负 那么本场比赛是在 我们的选拔赛当中 是败布的最后一场复活赛 获胜的一方将进入到 明天的第一阶段比赛 而输球的一方呢 将遗憾地告别 本次中国区的选拔赛 对的 细节啊 小伙子晃杆了 没错 张海轩以前使的都是 斯诺克球杆 本身斯诺克球杆出身 是的 这回使用的是美式球杆了 对 也是早就有一些想法 想换一下尝试尝试 这根组克球啊 难度相当大 打完之后呢 多少给点力量 白胶出来 然后还传进 底来打进 那现在这个位置的话 14号有机会可以打一个双下 关键就是船 黄衣的位置 船的靠带口中心 这个位置啊 比较正才可以 可以的话带一些低干 马海道 来自内蒙 之前也是从事斯诺克 对 早些年间啊 也是南下啊 在广东深圳一带啊 然后去做一些 跟他就有关的一些工作 那么 好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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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帮进了 但是给对手留了一个 重队还能进攻 唯一的好处就是 左边刚好黑把挡住了一个 边窟的11号 让马海涛不能直接上手来去 打11做防守 很有意思 两位斯诺克出身的球员 使用的都是美式球干 也能看得到 大家都在转型 首先就是从器材方面开始转 重队没有推进 有机会了 攻三直接下反赛是不太好去走 还是需要从上方让球弹下来 三裤以上一条线路 左边中段 右边第三裤可以在开球线附近 看白球效果怎么样 率先拿到第一分 帮汉先生 那咱们借着苏诺克出身的球员 现在必须使用这个九球杆 我们很多的爱好者都会想找机会询问 那么在中式八球这个项目当中 这个苏诺克球杆跟这个九球杆 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 或者说能不能有一个老师跟教练 能够给我们点拨一下呢 这边我们请张志长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九球杆和这个小头杆如果很典型的话 那么我们的小头杆常见就是 首先它的上面材质是通工 然后呢尺寸比较小 基本上是在9.5到9.7这样的范围 目前也在让大家一些是小头杆的人呢 把这个通工的直径做到10或者10.0几 这是为什么呢 为了增加这个上面的皮头面积 接触白球的面积增大 在一些轻推的杆法上呢 会有一些比较沾油的地方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要用九球杆的原因 就是我们在打一些轻推啊 甚至于说下赛杆法的时候呢 可能接触面积越大 那么占的便宜会越多 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从进球的准度 平时我们来去判断的话 小头的往往在瞄准精度上会高于大头 就是这样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九球杆里面 有些人会做一些追度上的修正 本身是出了13 好了 从根部到顶端仙脚的位置 从13做到12.4 就是为了这个原因 所以说大家在选择上 比如说你用哪一个 首先分量合适 你就选哪一个 还有就是看前面仙脚的这个位置 和同步的位置 你喜欢细一点的 你就用小头杆 喜欢粗一点的 你就用大头杆 从个别一些打法上来去判断的话 如果说你想要这个 少用赛或者多用赛上 比如说多用赛上 你也可以选择用大头杆 推育杆用的多一点 也可以选择用大头杆 是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跟个人打法 以及技术不同 也可以来选择 当然上手 我觉得就是第一感觉最好 就是重量和大小 是 然后其他就是你个人的一些 能力和战术都是后天培养 有些人 比如说 球员呢 或者是球友 他一上这个俱乐部去玩 或者是上这个 器材店去 想要去买肝怎么样 上手你就去试 哪个合适 给人的第一感觉 很直接的 就学哪个就好了 来看扎轩 左边双方 底带6号 带一些左赛 白球过来 看看5号的白球位置怎么样 稍稍有点多 张汉轩这个球员是修过最多 仙脚的位置非常明显 从根部 到顶部 逐渐变细的一个过程 尤其是在白色的 一个仙脚的部分 这样的话也能使他 从这个小刀杆 往球球杆上转的时候 比较容易上手 很原始的 13的这种粗度的仙脚 对于从小刀杆 转到球球杆上的球员来说 是需要花一定的时间来适应 视觉的变化还是很大的 不好说 一上手就打得特别好 我自己也是用过 九球杆 还有小刀的九球杆 我就感觉 九球杆 我使了两年 使了两年也没玩太明白 总感觉很粗 10秒 一上手 可能在最前期的时候 会感觉很新鲜 这段时间会打出一些 非常超乎人意料之外的球 而且感觉控制也非常好 但是过了这段新鲜期 到过渡期的时候 你会发现 怎么打得不顺手 这就是一个适应过程 然后你能够挺过这段 最枯燥和法位的 这种适应期之后 你就会到一个新的高度 但是如果挺不到 或者不用心去体会的话 那你就没办法再适应了 非常常见 在俱乐部里面 有一些会员 球友 从谁那借了一根九球杆过来 本身是小刀杆的 打两天 你看我用得特别好 我说你再用两天 过了三天四天之后 一个礼拜左右 然后去真正的体会 就会发现 不行了 打不好了 什么也打不了 马海道也是大头盖小头盖 经常频繁的更换 他频繁更换 十秒 五 四 三 二 而且他穿的这个马甲的纹饰 跟今天郭红博这个一样 一样 这个马甲 对于资深的 忠实八球球迷来讲 代表着年代 对 也说明 这位球员是神经百战 两位球员年龄也是相差17岁 张汉轩是93年出生 马甲是76年 对 这个旋转非常强 现在马海涛的机会 11号是直接往里打 还是打后一点 再做一段防守 看他的一个选择 没问题 看角度 向下的话 可以再继续利用高杆 弹下边的底裤 往上走 有把握就往上走多一点 争取过中线 非常直 看白球看效果 瞧一下 好球 还好 中带可以再继续进攻 看这个样子 要打最上方带口那一颗了 但是够不够 还是不太够啊 看样子 迷惑一下我们 对 迷惑一下 解说人员 做这个假动作 这杆球的过渡就是最关键一杆了 剩四颗球 所以不要看车带口球 但是这杆只要叫好了一个九号球位置 或者下面的十三号先进 后面基本就没有问题了 中带还有下 继继继续高杆 然后左边一个十三 中带 右边一个八号球 这个角度还是有点偏大 需要从下边走两裤再上去 有把握的话可以挂一点点左帅 底库边库 第二局 马海同胜 比分 一比一 谢谢 太多了 站住了 谢谢 谢谢 大家 第三语 张汉轩开球 第四语 张汉轩开球 这杆球要选球的话 左上方还是没什么好打的 正下方有个七号球 右边有一对后斯诺的四号 单色还算是比较好上手 上手先打 但是没打进 这个位置对于马海涛来说 来看这黄衣能不能选得到 而且就算选得到的话 也是不好叫其他球的位置 这个位置不好叫 这是要打花球吗 轻打做防守 上来就是开始两位斯诺克球员 开始控局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比如说斯诺克球员 对于中十八球里面套路的理解 可能就有些地方是不太一样的 张汉轩是上手就先解开局面 不想跟你进行纠缠 不想搂抱 到马海涛这边还是要做防守 这边是不太一样的 漏球 花色 最难一颗就十三 这边是不太一样的 10秒 感觉这个位置还是有点偏直啊 低杆回来 有点过头 这么打的话 只是先打上方的几颗了 因为后面下方的数三和数五之间也是互相的一个衔接的角度 9号 打进 高杆推 弹起来 11再向下 最后13 15 这个球用15最后叫黑八还是要小心附近的单侧球 马甲 看他们这种情况就感觉 替他们担心 有个衬衫啊 没有噎到膝裤里面 对吧 探出来很容易碰球 然后马甲还有点肥 我觉得这种情况还是说 个人的一个准备工作啊 没有做好 最好能够找时间自己量身定做一块 对 然后呢 你像这种 合身的 刚才这种情况 它其实可以摆白衬衫 噎到这个膝裤里面 可能是个人习惯原因或者怎么样吧 要么你老低着头 对吧 收着斧 特别怕碰球 就分神 马甲 这边直接就是 开始给你增加 清才难度了 感觉你要赢 好了 必杀技来了 把你的局面打乱 对 增加难度 把你的球贴到我的球附近 把你球打到枯帮上 把你球打到我球后边 不让你有近带的带口 这都是一些非常老道的套路 又来了 这回张汉轩直接就是选择架杆了 架杆起 对 很聪明 横拖起见 薄了 力量够轻 一个小滑板 对 15号如果有下的话 这杆球还可以 顺着2号球向左边走 有下 没有问题 再从左边 躺边过起来 中肝稍微往上高一点点 中高肝的位置 发力 没打劲 好 您好 好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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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还可以啊 打二号球 右侧薄边 主球呢 可以防到 六号 七号的下方 注意薄厚 跟白球力量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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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了一点点啊 非常像 这样的话 自由球 拿一套啊 非常好的一根机会球 下面这个组合 二 七 六 都可以去叫 左边的带口 然后换一打右边底带 中带推进 五号球 角度稍显大 但是还可以去 从右边弹口边下来 叫下方的底带 六号球刚好 可以先叫下方的二七 扭一下继续啊 滴肝 往回 退一点点 两个球留一颗 打切留一 向上就黑拔中带 很严静啊 这有点举气不定啊 到底打哪颗 其实留一个向上角度 这两个都可以 都可以的 从右边打 就是感觉自然比较顺 向上啊 左边打的话 你就是从左边 是一个道理 带库边的话 就带一点点的右赛啊 哎 这杆球 有关键球掉了 看张汉轩对杆球啊 有没有觉得可以下低杆反赛 就是右赛低杆 从后边 弹库边再往上走 选转还是不够 那这球角度留得有些大啊 对 不好停白球啊 嗯 想打进停住 多少利用低跟减速才能打 不然的话 白球肯定是弹下去的 高杆打就要发力了 下去 再上来 弹两枯以上 感谢观看 这根球高杆没有太明显的杆法 完全中高杆 K8还要再拼 第三局马海高胜 比分2比1 谢谢 感谢观看 第四局马海涛开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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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带传进定颜色 但是 15号又上去了 还是不明朗 虽然说下面几个球打到难度还是不大 11号 13号 在阁口附近 左边中带可以衔接一个10号球 但是向上打的时候 这个15号球还是很关键 有点难度 有点难度 直接来较位了 那你够不够准 好 没问题 继续 中带9号 中带9号 百条自然向下 中带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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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号 中带9号 中带9号 过来看看黑发擦白球 在比赛当中擦球是不停表的 对 比赛单干线时是45秒 延时是30秒 延时 证据将白球走上去 叫到一个右边中带的12号 叫直 左边的黑霸 这个就要抵戴了 有这个球 看能不能打得到 或者利用一些右赛 小扎杆 还是要下扎杆 右赛 就是一个关键球 对 上一盘一个左边中带的 左边的下方抵戴 下赛 然后去叫黑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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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钩 从左向右 尽量将黑疤向右边的袋口去解 没有接到的话张汉轩打7K5 上手先解决难题 然后左边底带 包括中带的黄衣 都是可以衔接 刚刚好 刚刚好 所以我拿6走吧 这么打的话可以继续走两过 整张又再高关就好了 5号叫直 3号叫直 第四局 方汉先生比分2比2 第四局 方汉先生比分2比 第四局 方汉先生比分2比 第五局 方汉先生比分2比 第五局 方汉先生比分2比 第四局 方汉先生比分2比 第五局 方汉先生比分2比 第五局 方汉先生 size 刚好有机会 代台10号 没带 现在这个白球位置 就算是左边 组合的话也是难度相当大 还是要薄 左上角底带 白球从四六峰隙中间 给聚会 钻出来 三峰隙中间 马海涛这边也是非常慎重 确实这个局面还是相对比较复杂 一上手是没什么好打球 上手6号 架杆的位置还是有些别扭 11号黑霸 小心还不能碰球 看会不会突击10号 接力 红三还是可以看得到 屏幕的右上方 能看到黄衣应该是有下的 比赛时间一过半 没问题啊 黄衣6号都有下的 上方肯定是要留一颗 留4号的话 向下角度还是不太合适 最好可以留7 就要下面红三 往上走一点点 对 到开球线往上一些 对 对 对 感谢观看 感觉上角度还是稍稍叫的有点过头 很轻的那样推 白就可能向左边 离库边会比较近 钻缝隙 看效果 这一K 这一K的话 黑八 我觉得也可以尝试 叫右边中带 这个位置刚好抬高一点杆尾 现在第一杆从底下弹库往上走好了 你要是叫左边向往底带 你还需要发力地蹬上去 或者高杆走两库 叫中带还是合适 就是对面这种的 哪个风险更小 10秒 5 4 感法不够低 没打出来的效果 对 没太敢带感法 可以把握中带 也可以打接力 接力就比较难了 看效果 好球啊 六局 阿海涛胜 一分 三米二 谢谢 我 第六局 马亚投开球 冲球冲歪了 对 扎得不够正啊 还好没有试机啊 对 虽然说过线的球刺满足了 但是运行的这些个别球的方向完全是跟平时不一样 上手花色球相对好选 对 十四 你选单色的话 你要面对着一个123的一个小三角 然后呢 5号右边底带的一个难度 7号上方的一个难度 滑球算是比较好过渡啊 互相之间 包括10号 12号 上方9 右上方的13 这12号其实没有必要严可意义的去叫这个中带啊 你后面就是留下来叫右边底带 然后停住白球打左下方的黑巴都是可以的 角度合适啊 这干球还是关键的 后面是留一个合适的角度 需要上去带 11号跟15号 还是说 一定要去叫一个组合 那叫组合 张安全前面也是看了一样 如果说白球停在最上方 是不是在缝隙里边也可以单独打15号 看这位置啊 是不是可以单独进攻 感觉起的是不是多了点啊 有可能 没有完全贴住裤边 这个球还可以 有机会可以扫裤边啊 先打裤边 再弹起来 撞15 轻轻打 不要发力 差了一点 这个球打的感觉像近了一样 还是慌呆脚停在那边 上手就先来一打一K 这颗球 这颗球算是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可以很好做防守的机会啊 7号球帮进15号球 有机会可以去帮 现在这个5号角度看能不能继续再带 是K7还是就位传 这个球这么打的话 真倒不如上手就传了 就多打一颗 少了一颗 选择手 不太合理 但马海道有的时候是这样 喜欢这个出其不意 有一些创造性 攻击不备 好 好 张汉轩 13号球 还要强拼 但是没有拼近 再过来 撞一下 这球 对于马海涛来说 优势更大了 张汉轩也是从2016年 威海的南海战 正式转到中式八球战场 对 打的比较多了 这两年感觉发展也是到了一个平静 小伙子不温不火 有一定能力 对 但是对于一些 整盘的拳局观 包括控局 还有一些思路上还是 有这个提高的空间 对 有欠缺的地方 但是更多的是感觉 比赛成绩老师不太如意 是的 就是在心态上 越打越蔫儿感觉 本人的性格也是相对来讲内敛一点 所以真怕老师这样的状态 很伤啊 始终没有突破 不像一些年轻球员 那眼里边有一些杀气 有这个斗志 或者有这个 那股精气神在 白球 哎呦 总是跟马海淘开玩笑的白球 不听话 看一看准多 再来看看效果 还是擦白球 从这动作啊 一个是让裁判擦白球 估计也是跟自己在讲 白球吧 不听话 你等着 在之前的比赛 反正马海道 有过两次关键球大丢 对 又是这个 稍稍有一些难度的八号 看能不能准进 好选啊 马海淘胜 一分四比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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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 我觉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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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秒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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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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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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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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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